嘉義市長雙記 翁到十二月十八的投票 今天基盤電視政見會 各位候選人都要來發表自己的政見 民進黨李鑽宇是批評 黃民輝這場的事件 嘉義市沒有進步 但說黃民輝的重點是 放在這幾年 下次有什麼樣的進步 嘉義市長候選人落書 九場 年輕後發言的情侯 主持人選佈以每一人政見 發表兩輪 一輪十二分鐘的方式 來進行 除了一國的民進黨 嘉義市長候選人李鑽宇 第一輪發言當中 主打自己有政策 還有能力 也實在中央地坑 這期現任的市長 黃民輝這十三年 都沒有給自己改變 要換人做 經濟發展遲滯 變成嘉義市的重大問題 第二項問題就是 我們的年輕人不斷流失 這樣進行之下 我們要面對這個問題 面對手的指揮 黃民輝第一輪發言當中 沒有回應 他是打政這次 說他在這四年建設到交通 經濟觀光頂頂的面相 五位候選人當中 還有三位是沒有統籍的候選人 但是第一輪政見發表當中 有人跟現場動作是在北的節目 沒有說到他參選的政見 三前五位候選人都參加這次的政見發表會 八個機會來選出林董 記者 黃劉婷明交款 嘉義報得 我們會看見的